60年代香港,社會資源不足,貪污風氣嚴重 消防救火要收開後費,醫院看病要收查錢 而最大的貪污集團是皇家香港警察 據統計,1963年至73年間,警隊貪污受賄金額高達100億港元 直到各拍貪污案曝光,廉署成立,情況先得以改善 國柏,1922年出生於英國倫敦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經服役皇家海軍 戰後,任職英國克斯廷斯自治鎮警員 1952年8月10日,國柏成功投考到香港警隊 1966年,國柏晉升為高級警司 負責掌管警察機動部隊 任內,由於六七暴動期間平聯有功 獲應庭授予殖民地警察勞職獎賬 及後,國柏曾先後出任總警司、交通部總參事官等要職 1971年,國柏調任九龍區副指揮官 亦年,獲授予,女王警察獎賬 可以見得,國柏在警隊多年表現突出,女獲家獎 1971年,警隊接獲加拿大當局線報 指當地一家銀行收到一筆來自香港 總值一萬二千家元的可疑匯款 戶口報稱持有人為卓柏,職業為外交家 他們開始懷疑各柏靜雞雞地 將貪污所得的錢回走 警隊反貪部於是展開一個代號 《夏灣那》的行動,嘗試展開調查 但由於搜證過程不如理想 沒辦法將國柏拘捕調查 與此同時,國柏亦暗中得息 自己遭到警方內部調查 1972年1月,他以體力倒退為由 申請提早退休,當時年僅50歲 警方得息後,批准國柏7月20日開始退休前休假 並加快調查 警方發現,國柏在1968至1973年間 香港的儲蓄連同海外匯款高達62.4萬港元 等於他由1952年任職警隊以來的總薪金 後來警方引用《防止賄賂條例》 要求國柏在一星期之內解釋他的財富 以及入屋搜查 經點算,國柏表面的財富超過437萬港元 這個數是他任職警隊以來全部薪金的6倍 6月8日,葛柏乘坐新加坡航空 經新加坡返回英國 警方去到6月9日下午,先接獲葛柏失蹤的消息 後來發現,他利用了警務人員、機場禁區通行證 成功被開入警署檢查,登機潛逃 國柏輕易逃脫的事,隨即引起軒然大波 市民上街示威大叫反貪污,觸國柏的口號 1974年2月15日,為了打擊貪污問題 政府決定成立廉政公署,取代警方檢舉貪污組 獨立調查所有貪污案件 而廉署的首要任務,就是要找回國柏,引渡回香港 但接手案件後,他們就發現處理這案,有兩個難處 其一,由於英國並沒有財政狀況與官職收入不相稱的控罪 所以港府不能以這個控罪,引渡他回香港 其二,雖然廉署有很多證物,但沒有證人肯出來指證國柏 當時英國政府說明,只要有人出來指證 他們就會幫忙引渡國柏 在廉署一籌莫展的時候,同樣涉及貪污罪行的前外籍警司韓德 向廉署表示,願意供出國柏貪污的資料,換取特赦 這位前警司透露,國柏收了華籍警司鄭漢權 二萬五千港元的賄款,協助鄭漢權出任灣仔區警司 1974年4月28日,廉政公署正式向英政府以貪污受賄罪名,提出引渡國柏返返港 經過近八個月的聆訊,倫敦法庭最終批准引渡國柏返回香港 1975年2月25日,主審法官楊鐵梁宣判,國柏串謀貪污,受賄兩項罪名成立 國判入獄四年,同期執行 兩年半後,國柏因表現良好,提前出獄,從此消聲匿跡 中文字幕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